这条题目呢,它就讲到 我们以知呢,就会有三个条件 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二个,这个是第三个条件 然后呢,我们就要求证下面的这三个东西呢 都成立的,如果上面三个成立的话 下面这三个都成立的 我们一起看看吧,前面那两个条件呢 包括这个我们以知的条件 或者我们需要证明的东西呢,都是这样的 前面那两个呢,都是一等于两个平方加在一起的和 第二个条件都是,它们只不过换了不同的代数而已 那之后呢,讲到它们如果两两双成呢 加在一起这个东西就等于零和 那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尝试一下由这个来做切入点了 那这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可以变形的 那我们唯一可以把它变形呢,就变成这样的样子 就是Q over M 这个东西呢,就等于负P over N 咦,那... 那...佳大欢喜啦,我想着应该挺好的 那但是,先来一下吧 我们现在涉及到一个分数的讨论 那既然要讨论到分数的话,那我们首先就要确保 这个 M 和这个 N 呢 这个 M 和 N 都不是等于零的 那如果不是呢,这个分数它本身就不成立了,没有意义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一下这一条数 究竟可以怎么做 那首先就要讨论 M 和 N 会不会等于零了 那...我们开始啦 那如果我们会有其中一个等于零的话呢 那... M... 和 N 等于零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要假设一个啦 那我们先假设 M 等于零 那...之后的东西再看啦 那...如果 M 等于零的话呢 那...由这一条式我们开始,那就是将这个 M 等过零下去啦 那我们就会有 N 等于 1 那这个不难看的 那...就是 0 的平方加 1 的平方,那这个就等于 1 那...然后... 那... N 等于 1 之后又怎样呢? 那我们就看看第三个这一条式啦 那...讲到... N P 加 N Q 那这个东西呢,就等于零的 那...that... 那...那...既然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讲了 N 即是 0 的 那 мех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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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 guB87m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有Q等于零 Q等于零 然后我们又会夹出来P的值 P这个值就会等于一 OK,那今次M,N,P,Q都有齐了 当然就可以接下来做我们的投证 既然全部都有数字 那就是M既然等于零 所以我们第一条式就会变成M平方加P平方 那我们可以代数字 既然这么简单 也就是0的平方加1的平方 那当然等于1 接下来你也知道是这样做的 N平方加Q平方就等于 N今次是1,1的平方加0的平方 当然等于1 然后MN MN加PQ 也就是M,也就是0 乘以1 再加1 乘以0 这东西当然等于0 搞定 我们搞定了第一部分 那就是M等于0的情况之下 然后发觉呢 这条式其实是对称的 也就是说 MN我们可以互换的 那如果你说M不是等于0 N才是等于0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一样这样做的 那由于整条式都是对称的 就是MN换位 迫MN换位之下 那就是PQ 那也是要换位 那换完位之后 发觉这条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就会有 那MN 那我们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那M其实都是同一样道理 这样的做法 那我们一次过就Proof了两样东西了 那然后呢 我们剩下的呢 就是当M和N同时都不是等于0的情况了 OK 那当M和N都不是等于0的情况 那先写下条件吧 如果M和N 那他们两个都不是等于0的情况呢 那就是这样写的 那然后我们剩下的呢 那就是之前说过 那这条式就可以变成的 那可以变成什么呢 就是 Q over M 等于 -P over N 那这样还没够 那一般来说呢 那我喜欢给它一个代号 那这个比例呢 那又给它一个K 那大家如果看开我讲过的题目的话 那我一般都会用K 来给一些新的代号 给一些比例的关系 之类的 那些东西 那然后呢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之后一下子呢 就会有以下的这两条式了 就是 Q这个东西呢 等于 把M拖过去 那就是 KM 那而P呢 就会等于 -KM 那我们一下子呢 就可以把一些比较麻烦的PQ呢 那就用MN去代替了 那然后呢 那我们就 扑上去看 那 那把这两个关系呢 扑上去上面的这一条式呢 那些麻烦的PQ呢 那一下子就帮我们看一看 究竟这条式 K的关系是怎样的 那 那我们有P的平方 加Q的平方 等于1 那之后代入去呢 我们就会有 KM 这条式的平方呢 再加 -KM 这条式的平方呢 等于1 那也就是 K的平方 乘以 M平 加N平 这条式等于1 那 M平加N平又是什么呢 M平加N平呢 我们就在这里了 那就说过 这条式呢 等于1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会出到 这个 那我们就帮我们出到 K平方 等于1 有一个这样的关系的 那然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怎样呢 既然 M也有 PQ 这些东西都有 那然后 将K的平方等于1 那 有这三个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 代数了 那 那 那我们的任务呢 主要剩下就是 怎样代出回 这三个 我们需要proof的 条件出来的 不是条件啦 应该叫做结果 那个关系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对了 那M的平方 加P的平方 加P的平方 那我们先把这个 拿下来开刀先啦 M的平方 加P的平方 也就是M的平方 那 加 加 什么呢 加 乎 K N的平方 那 也就是 就是 M的平方 加 K 平方 N平方 那 那 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呢 等于1 那 然后也剩下 M平方 加N平方 那 那我们以知条件 就可以用这个 M平方 加N平方 这个东西等于1 第一个 第一条式呢 M平方 加P平方 这个东西等于1 那就proof了 那 然后我们 当然有 N平方 加Q平方 那 你见到 都知道 接下来是怎么做的 那 可以做快点 N平方 加 K M 这个东西的平方 那 就等于 M平 加N平 这个 可以 所以 M平 加N平 都是等于1 这个 接下来 又proof 搞定了两个 剩下 MN 加PQ 那 很简单 我们有 MN 加PQ 这个东西 就等于 MN 再加上 -KN 乘以 KM 那 之后 这两个 加上 又变成1 所以 这个 没有了 我们剩下 最后的 就是 MN - 这个 - - - 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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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模一样的,双减我们最后剩下0,就搞定了 这条题目呢,就是做了这儿 下面这三个条件都证据了 那这次呢,我们就要求要讨论一下 究竟MN这些不得于0的情况 如果不是,我们的讨论就会忽略了这个分数的关系 那就不会帮我们完整地解到这条球证的题目的